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公諒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又有我和Zan你在 Zan你好,大家好 都談到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 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 或者將問題電郵去到ASK BH1.club 或者WhatsApp號91571428 給我們 Facebook上有準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 以及分享影片有問題 劉柯文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看看市場 如今所說,今天彈 昨天尾段時,跌幅收窄 恆指升284點 17329點 國企指數升93點 5952點 大市成交283億多 今天星期五,下星期一期結 看看大家有甚麼想法 今天這樣彈上去 正如你所說,17000點 有支持,不會跌得下 但現在去到17300 那範圍怎樣走? 你說走多8多點 沒有了 沒有了,先看看17500點 現在,就是那樣東西 17000點這些位置 是有抵抗的 不過真的,你只不過是上不到去 是 沒有了,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好消息 而且,今天你的市場 要彈一下 其實外圍,外圍沒甚麼 外圍都是,你以美股昨晚都下跌 是 只不過,你說港股這邊 真的跟著A股你走 你A股今早做,都上算,有些誠意 起碼都 升上3000,3000點 3,000點留上這個位置 港股這邊跟一跟上升 不過,要留意的是,因為 A股那邊,雖然這一下就叫做OK 但是,大家都明白了 下午回來,會不會突然有兩個世界呢 先留意一下 關不關中美關係的事 跟王毅見面 現在,有一點點 因為,始終你說 見面,大家可能覺得 可能氣氛上 軟化一點 沒有那麼對抗 不知道 因為,今早有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好像 好像美國有架B-52軍炸機 在南海附近 在哪裏 我記得在哪裏 又是台灣的 跟著就說,有架解放軍的機 就很近距離去到 差點撞 真是,聽今早的報導 都挺可怕的 其實兩架機的雙距最近的位置 3米 其實真的差點high 其實是挺可怕的 跟著又不知道怎樣 但是,這件事 當然你說 那那種美關係 會怎樣演化下去呢 不知道 但是,只不過是說 這些情況 假設你突然間 萬一 萬一 突然間,你的機器 騙一騙了 就會跌 不知道 但是,這些狀況 比較複雜 為什麼要這樣玩火 不知道 原來已經攔截了很多次 基本上每天都在攔截 可能給個機器 跟著那些機器在附近 但是,這些是危險 這些是危險 這三米 其實真的很近 很短 很短 很近距離 你想想 這件事是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 和B52分析機是很厲害的 這件事 真是害怕的 這件事 今次聽到的那位老婆 不要擦槍走火 害怕 阿力買的演唱會 非要恭喜你 我都不知道 我有開演唱會 我知道,不過沒有了 2628跌得太少 是不是 昨天你一看到他們認識 哇,有個受訓業 但是,我覺得 Kelvin,如果以你的邏輯 那些股份 如果要 業績跌九成多 要跌回股價跌三四成 那應該 轉 形為規 形穿規 那不就糟了 要這樣計算 渣打昨天都要跌差不多 渣打如果要看業績 都要跌八成多 要這樣計算 那它便要跌回兩三成 所以我又不是這樣計算 但只不過 我想對2628這些公司來計算 說真的 算了 就是算了 大家都不會打算 搏它那些股價的情況 就是業績差 其實它業績很波動 但是 只不過這一轉 剛剛這一下 真的 去到那股價 可以跌到九成九成九 那是差點什麼 有沒有那些稅的問題 或者投資金 沒有 投資問題 投資問題 只不過 你說可能 你的營業額 千多億的話 你賺五千多萬 大家自己想 我常覺得 按道理這些情況 只是基建股 才會這樣 我猜不到 同一間 中人獸會這樣的樣子 嗯 它投資做得很差 是嗎 對 現在的事情 可能我也沒有很特別詳細 看它的業績 因為第三季 那些季度業績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找到 可能看大漢的報告 知道我看到有份大漢報告 不過 沒有時間看著 嗯 但是就算了這些不博 博都不博 博都不博 平保昨天都穿了四十元 它是不是也是同一個情況 它應該沒有張仁壽那麼差 是啊 但是就 我想張仁壽這一下 都令我大家都稍微看到 是下一刻 嗯 嗯 一定下一刻 都很正常 嗯 只不過你說 如果你是以股份來計 的話 內險犯法都不是大家一杯茶 我有點慶幸 上次平保 滾上去 我回家鄉 我就走了 神經病 有時候是無辦法 太誇張 你知道它的質地 都不回到好東西的時間 這些一旦就不走 誇張四十元都穿了 嚇死人 你看到家鄉就很厲害了 很多朋友都在中賽中 9961 KT都在中賽中 當時他都說他家人 某一隻平保還拿著 嗯 961爬上來 2、5、0爬上來 對 780呢 不驚不覺都放上來 真的說笑 780不動的 對 對 這麼有趣 對 不過沒有 這些反而是對 外遊 嗯 可能現在 不知是否氣氛好一點 大家又覺得 對它有些幫助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氣氛好一點嗎 真的嗎 你現在 你發了一萬億之後 感覺 沒有程度上 你好像覺得 一些東西好像好一點點 純粹的感覺 不過問題是沒有 好像這些情況之下 大家找些東西 找些東西炒 找些落後股份去 部署 那 今天可能 攜程 不過你看到成交量 港股不特別大 不特別多 現在剛好 差不多夠了 300億 不算特別 不算特別 好像之前的時間 當時市場上升上來 有些人 叫做追貨 你好像見不到這個現象 暫時 四條狗 網民很厲害 厲害 但是未有錢賣福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 又是否可以追貨的時候 如果你說現在這位置追 遠遠追回阿里 阿里 其實這些位置都可以 爬爬爬上 80元樓上來 80元頂到 對 頂到的 起碼 小也好過其他股 好笑 蜘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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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 一旦走 走得多 這陣子走得多 是快 不過如果你要搏 我們選一隻阿里巴巴好 中容一點 好過 好笑話 昨晚有詳細想過 進入李寧波反彈 二、三、三、三 有沒有反彈 原來他都還在高位 二、三、三、三、一 嗯 今早有到星過 但是 阿里 這樣計法又有些錯 因為 因為 又可能跟他之前 最後的時間相比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是 一百元是七元的 最主要是 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始終他的業績狀況 或者他賺錢的能力 都已經不同了 所以不能這樣比 但只不過 就是 用昨天的想法 其實他真是 難搞的 真是 很難聽 偷蜘蜘 都是那句 like 那些是真是 你見到 那些消程好像是 OK的時間 那為什麼不選 二項目 就是你要 你零反彈的話 倒不如直接些 賣其他好 對不對 那沒有 其他那些 叫做一些 其他那些 是安達的一升 是安達的一升 其他都沒有什麼 你見到其他那些 3.1都會跌 1% 那些行業都提及了 好像 你零零一下 有機會才會減價 要砍價 可能會令到 各產品牌那邊 面對著 一個超級激烈的 減價戰 不考慮這個 就算了 好 算了 一百一百還在坐 一百百 不懂得升 金都升到二千元 沒有 那麼差勁 金也是 阿兆華 金昨天不是 都 它上過二千元 但我忘記再收 它上過一转 之前都上過一转 但是 不過沒有多說一句 如果 Toni 下次 看金的話 二十四成就算 我打算一百一百可以快 他走得快 二百成都跌 都跌少少 不過 那些沒有 金礦股 金礦股 金礦股和金價 金有一段 就是 長升 它有升 跟著升 如果不是 其實很多時候 未必會這樣 跟上去 大家現在 從以前比不一樣 現在 會覺得 金礦股和金價的關聯度 未必很一致 嗯嗯嗯 真的 Yen Yen 穿了150之後 又好像沒什麼 但是 那時候 他不是說 會做事 會做事 會收緊 那些貨幣政策 我都不見 他動 是啊 真是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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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需要問 但我之前 已經不斷 每一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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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再去 所以 那些 就先放在那裡 嚴格上 又不是很多錢 但是 你未去到 我都預料到時 但是 都是 但是 最怕是 到時 卡突然間 又失靈 真的 真的坐在那裡 是 但是沒有了 他都要先用語卡 是 101 今早4月2元 走了 沒有入 是嗎 信達 信達你之前 已經玩了一段 不是只賺了嗎 是 我覺得這四月 挺旺的 所以基本上 Tony可以長期玩都可以 但是又不是 每個 每個 但是我覺得這期 那些生科股 不知道為什麼 都行得不錯 整體版塊來說 是不錯的 他們的 可能有多消息 你知道 有些個別公司 可能有審批 還有之前一陣 有炒過減肥藥 是 可以順達到那些概念 所以裡面 都可以炒一下 7299 金就是金 我其實真的 不太懂得看 金始終不同 其他 不同股市的東西 就是金價 大家問我的話 除非二巴那壇 真的厲害 還有現在 說什麼 美國那邊 有些 應該派多一點 軍隊過去 過去 中東那邊 但是他不斷說什麼 他的軍隊去到之後 不斷被一些 叫很多人 那些什麼 不斷受到襲擊 不斷進去 不知八次 怎麼過來 但是 但是 現在美國繼續 是 以色列 當然 歐洲也是 但是 有一些問題是 地面部隊又好像 有些 進去 不是 現在可能差不多 進去 因為 好像昨晚 以色列試過 當地時間 開始 已經開始 可能 初步 初步 中功過 有些相片很慘 慘的 但戰爭就是這樣 沒有計 真的沒有計 真的沒有計 所以看到這些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你說現在 今屆有沒有幫助 我又一般般 是啊 京東沒有叫 他經常都說 跌跌跌跌跌的 京東 我覺得這些 真的 你這些機會 真的算 雖然錯過了 但我想你播放其他 會安樂一點 不過你少處 沒有什麼 今屆少處都OK 你要贏的 去買都OK 嗯 939 那個業績 怎麼看 有沒有看 有啊 我不覺得OK 他有沒有很多撥秘 他撥秘減少了 他減少了 他減少了 我覺得很厲害 是啊 不良派判是1.37% 還可以減少 減少了0.01% 還有 他應該也是類似 很有趣 他是交稅交少了 所以這條數是OK的 我都明白 我沒有明白 我今天看了 好像是 我看了一些Facebook的報道 但好像是Wall Street Journal 現在習近平下了指示 就是要找人去負責 找人去blame 就是恆大搞到這麼大的事情 第一個blame 就是說 他可以容忍內房拖累經濟 但不能夠容忍有些貪腐的情況 所以繼續 他就會在找 究竟是 現在他說中行和民行 應該都會是重點被調查 看看有沒有那些 可能恆大給了錢 你放貸給他 就是有些貪腐的事情 所以我都想 會不會糟糕呢 那些內銀 昨天有時候消息都說 會加強 將樓市的問題 會開始 就是要調查金融機構 是啊 現在是說 開了民行和中行 中行的前行長好像已經被他調查了 其實這條數 很有趣 你看一下 這份是建行的東西 你看看 他那個叫做 這邊是 和這三個月的情況 你看到他那個信息減值 反而還少了一字 嗯 其實您在想餐時間多少錢 一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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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說吧 八萬…千萬億 十億 八億 這裡說的 剩下的差不多是一百億 嗯 這裏 這裡減少了 那麼 下去的時候 你變相之下 會有錢幻想 噢 那樣的那樣是有增長 是呀 但其實就是這個 減食那裏少了一百億 這裏突然變得多 賺錢能力還有增長 微增 所以很有趣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等我來蔡先生在電話旁邊 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買104 有沒有貨 有56 運貨能不能回家鄉 是的 是的 是幾千萬 56 56 其實快手 它穿了 自從之前的時間穿了60元 即60至65元的環區間之後 走策是真的弱了 現在有沒有機會回上去呢 反而調轉 其實如果用量度跌換去計算 你計算它這一回合跌穿了這個區間之後 它那個下行的區間變成65至60 現在是55至60 現在穿了55的時間 變成下一個範圍的區間 應該是大概50至55 所以下面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留意著50元 這個位置穿不穿先 穿了就會只蝕了 但上面反而突然轉 55元是大的關鍵阻力位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我覺得不是不行 但問題是你過去的範圍 因為範圍是50至50元左右 所以下面你不穿50元的話就先拿 但只穿55元 你看它好像又再升上去的時間 在最後那些位置都要減一減房 嗯嗯嗯 好啊 蔡先生要留意一下價位 多謝蔡先生的電話 加速答案問題 說完939 看看大家 日圓170 這麼誇張? 不會吧 現在應該按道理 剛剛看一些消息 東京那邊東京都的CPI 好像都增速高於預期 所以其實沒理由不做 我也想不明白 為什麼日本的影響 可以這麼放眼手腳 日本人都很慘 他們的人工升幅有這麼多嗎 沒有了 所以你看到今年很多日股 有個別來的才是很厲害 但劇盤的匯水的話 其實根本上都是得不償實 嗯 真的這樣 嗯 從野到 對呀 說干預 但是趕吧 又沒有做事 又是 喂 別吹大一些270 280日圓 玩呀 劇盤就算了 哎呀 瘋子 是 138 啊 好啊 我對我這隻 138 是呀 是呀 業績 出了業績 我猜不到啊 好啊 賺848 是啊 初頭說真的 你問我初頭 我覺得 我自己計算數呢 我覺得他應該迎來大幅倒退 甚至乎應該是在台季 第三季是虧損 怎知道這條數這麼漂亮 我都不想要 為甚麼呢 他有甚麼 他有甚麼一次性的 我算是我算漏了 因為運費價格應該 有些類似是 例如說可能第三季 可能你之前你簽了一些 D簽的單 可能是上一季 所以用之前的時間 那些的價格去計算 所以變相之下 他有出來的數 其實你看到 留給大家看 他運費的量 那個平均的價格 是高於上年 是高於上年一折 但事後看到 我覺得 這麼厲害 有甚麼我看漏了呢 就是這裡 所以是厲害的 如果這樣計算 看看今年有沒有驚喜 這個數目 這個數目 它那個數目 是突然間 跟上年比 是升多了十多倍 是呀 但明明上年看過的數目 如果是同比的 就是中國的運有指數 同比的話 是要跌很多的 其實將這個因素 運費跌的時候 結果是reflect到下一個年度 有機會 不過我想我會試試 再找另一個指數來看 如果這樣計算 這個網站的指數 SSE的網站指數 變成同一個 有制效 我都不知道是否叫做制效 但明不明 其實按道理 這些韓線 就是中國企業的報價 又沒有理由差那麼遠 你看圖子 真的差很遠 會不會是他們 好像你所說 他們簽單的 即那個period 是可能簽到後一點開始的 不清楚 但這個數目 如何計算得好 你上年的B可能會升十倍 如果看這個數目 當然 如果你的Q2和Q3比的話 Q2的業績還是好一大截 但Q3的業績 其實比相當中好很多 是沒想過那麼收貨 因為這樣計算的話 我們現在全年賺差不多 差不多49億多 你這樣計算 現在它的股值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貴 很有趣 但今天是第四季 但它不派息 它沒有能力 因為它現在不是暴利 不像當日韓文股暴利的情況 但如果你說它能保持到盈利能力的話 其實你又倉不疏 但如果你看那個指數的幅圖 其實它的盈利能力 都不會像之前那麼好 其實我看長線的 我又不是看短線 我看長線的位置 其實這個運用指數 是不會怎麼下跌的 應該不會差的 那麼 下先 對 但是就變了 就奇怪了 我明白現在那個數字差那麼遠 就是剛才看這個數字差那麼遠 所以我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找另一個指標 就像波羅迪克這個 就是參考這個指數 因為如果看這個運用指數 就真的不行 但是如果你看看波羅迪克這個指數 就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指數 我不知道它會找一個特別厲害的指數去參考 因為這個指數很明顯 跟這個指數的情況 跟這個比的話 就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你有沒有可以看一幅圖 你看一下 就是它業績quote的指數 你剛才你業績的 有沒有可以看這幅圖 我不知道 我會考慮一下 這間交易所裡面的這個數據 先找回來 不過可能 因為這些數據最緊張的是什麼呢 最緊張的是 我找回之前的數據 全部要授錢 變成這些數據 其實我每天就保留 Live 就是我每天就 copy這些數據 再自己做分析 所以我某程度上 在一年前我已經不斷 copy這些數據 變成同比 我知道是差很遠 但是 所以我昨天看它業績 也有些 你一好奇的份業績 出來什麼樣子 一看它這麼厲害 我都覺得有點惡言 但是它的股價又不算得多 因為最新是看這個角色的確是差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這個是我們看 接下來的指數 是好過看它的業績 如果你說的股價 股價 股價一定是在這些指數 股價大家都是參考 最快和預期 沒錯 但是你猜不到它的業績 今次又真是 叫做禁對板 這座 禁對板 只可以說這一下 猜不到 有電話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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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2這麼快彈完 不是很好業績的嗎 9992 不怕得 匯少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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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覺得沒什麼 這些股份 例如整個正常的時間 我的絲魔耳真是有料到 為什麼 絲魔耳我經常覺得它的業績 其實真的 雖然是差 但是我覺得它慢慢會改善 不過又是這麼有趣 昨天出了編局又升 就說有沒有這麼準 嘗試寫完 Tobo也是升 即是達勢也是升 這麼搞笑 真是有趣 因為我寫了一篇稿 今天是出街的 其實是寫了絲魔耳 這麼搞笑 所以這個回合 我還要做一些統計 這麼有趣 小米升什麼 不覺得有什麼增長空間 現在有車 車和電話 有電話 發佈會 沒錯 昨天都說了 他自己說了 下一個電話 新的電話 可以和15 Pro 比美 但是 你有沒有看 我沒有 沒有看 而且我看完很有趣 看車的東西 原來這一段時間 多人講迷你的電話 這些電話 電話電話 爆炸 爆炸 對 就像自己自然 小朋友出了一輛很厲害 說想飛 我知道有些船 我想不明白 你要飞 很簡單 當你現在好像中環 你飛甚麼 避了一些塞車,塞車飛高 你幾架車,上面飛來飛更危險 這方面去到一些技術 你可能要防撞 到距離時間 自己會動的東西 是否智能駕駛 現在要,一定要 是的 好,看看 中石化增長三成四 油價貴,對它有甚麼影響 這個嗎 中石化三百六 我猜不到 我覺得是同比 去年基礎低 我覺得像這樣 因為目前的路上,今年油價升 對它應該不利 油價升的話,對連發 這些影響 就是連發的抗議會影響 還有經濟差的話 需求也會影響 但是它的微跡又是出奇地OK 不過我認不住基數效應 這樣 不厚它 我反而覺得不厚 反而看看 現在百八三有沒有機會回回一些的時間 後來這時候好過 百八三是嗎 是啊 百八三去到十三元 很爛 是啊 每天計算 大家每天計算 其實最好一件事 就是計算額 當額額 那麼透明度高的情況之下 你一跌下去,大家自然計算 是的 一二一一的車屋公司有 那些資料不行 我沒有錯過 不是啊 大陸那些的士 是不是很多都是比亞迪 那我有錯過 現在開始有 好像有 是啊 是啊 真的 9896的飛行車 大家敢不敢駕 是啊 還敢駕駛 最主要是 9896認真嗎 不是明彩有本 是甚麼 是小鵬那車 是吧 9868 不是9868 是 是 嚇死了 明彩有車嚇死了 是 晃氣之前有車飛行車又如何 1588 又不懂得升 不是啊 今天一個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 最主要是李寧 真的 這些刊預計 去第四季會大打 減價戰 一定是他會 即是叫劈價 可能他想捕回那個 即是去庫存這件事 所以呢 有些刊分析就是說 假設去做這一步的話 對於所有各產品牌來講 會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李寧 李寧是叫做各產品牌 最top的那間 是 是 如果做這一步的時間 其他那些是怎樣頂的 那便會出事 但是相比之下 你好像安達有些 叫做其他一些品牌 即是非國際 即是叫國際品牌 還有就是 偷博這些 李寧和Editas 這些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的影響 相對來說 會小很多 這要聽到它 就合理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 特報 一三到一那些 全部的股價 就差不多了 這些又變成 我進去 避了它 算了 無謂地跟它搏 真的 過不過得錯 我笑 這些 這些 我想看 這些被用者去坐 我想看 明創的時候 哪些人車都是模型 小孩子 對呀 小孩子玩的 差不多 你之前好像搶了 對家的Designer 對家是誰 沒有用 對呀 我搶了 但沒有意思 他之前常常想 有些 國際品牌 國際品牌 那些人 但這些都沒有用 他都常常抄 需要請Designer 所以你這些 沒有用 搞不定 所以算了 好呀 好呀 345億成交 算不算多 不算多 不算多 300億真的不算多 昨天 昨天 好像只有800多億 對呀 所以其實成交量 是否這一下升上來 很可怕 反而反過來 你的市場 很簡單 17點 大家會博 即是會博一下市場 可能有沒有機會反彈 但在17,200多 這些位置 大家可能覺得 這17,500都差不多 上一轉 你想想 即是星期四 那天 那個位置是17,460多 你想想 用這個指標的話 只剩下200點 水位 水位 怎麼會博 大家明明是先打開 嗯 是 在說 李寧 李寧開店 在荃灣 好吧 我只是在大陸見過 我突然覺得很貴 還有抄 而且不會 我想 李寧是否有些產品是甚麼 好像什麼 那些 月毛球拍 比音波拍 那些 那些是厲害的 因為比音波拍 好像是 他之前收了一種紅箱器 那月毛球拍 就 好像李寧牌 都OK的 而且很貴 我幾年前打的時候 好像有些拍 差不多兩千多元 一塊 即是拍住別人 外面那些 這麼有錢的 那些大陸人 買快拍都二千多元 二千多元 去到那些很高 很輕 又很彈 外面有些 國籍品牌那些 比較厲害 都是這些價 但是 是這些價 不是每個人都奧運選手 現在是最輕 還有一些 頭重一些 這些分別 玩得那麼專門嗎 我真的不懂 玩得那麼專門 都不知道要專門 我都不知道 嘩 我們在 我們問 看那款是借的 那都是 那都是 那都是不同的 我都 有段時間打得多 要求的 玩得那麼專門 所以買一些拍都是 買一些日本製的拍 這麼誇誇的嗎 是的 真的 但是現在 但現在 跟你說 現在的一招是廣告的時間 應該大家不會追求這些 太貴了吧 有大陸人 二千元買一塊拍 比方波拍都好像有些很貴的 有些都過了千元 是的 什麼 屎波價差多 這些叫 真的有些不同 真的有些不同 對 對 對 好啦 全灣街坊 是嗎 全灣街坊 好啦 這次跟大家聊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 尚尚看看 有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看看下午的市場又如何 這次跟大家聊到這裡 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